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有好多的人 都是有着一个军人的梦的 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都是想着会去军营里生活一段时间 去锻炼自己的意志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人公 就是实现了我们心中 所有幻想的那一个人 他就是编媒 一个保护过13个国家元首的女保镖 这么威风凛凛的一个人 现在怎么样了呢 我们还是比较好奇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你支持编媒的做法吗 如果你支持 请在评论区留下支持两个字 古时候我们知道有木兰替父从军 那时候的木兰 其实并不是那么想去参军的 只是迫于无奈之下去当了兵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女性的地位也在不断的变化着 不再是那种男尊女卑的时代了 我们的生活中 更多的是男女平等的观念 大家的爱好 也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了 本来是男孩子比较喜欢打打杀杀 好多的女孩子也是比较喜欢的 而且有女孩子要比男孩子做得更好 大家对于女孩子不再是那个柔柔弱弱的 需要大家保护的角色了 36行里面更是有比较优秀的女生的 甚至是那些连男士都战战兢兢的行业里面 女生也是会有一些出类拔萃的 我们今天要讲的编媒 就是这样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女人 编媒是一位比较优秀的保镖 没错就是保镖 而且是比较优秀的保镖 一般我们对于保镖的理解 都是那些比较彪悍的大汉的代名词 总是不会和一个比较漂亮的女子连接在一起的 但是就是这么厉害 编媒不但是一位保镖 更是在做保镖的时候 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的 那么她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为什么会去做保镖呢 现在的她怎么样了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都说一般比较厉害的人 都是会和普通的人不一样的 编媒小的时候 就和自己身边的小孩子不一样 自己身边的小朋友 都是比较喜欢吃糖 比较喜欢玩耍 比较喜欢黏着自己的爸爸妈妈 但是自己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的编媒 自己小时候一直和自己的父亲在一起 自己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 所以在别的小朋友都在听红花故事的时候 编媒却听的是自己父亲 讲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件 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正义的环境下长大的她 也是有着一身的正义的 要当警察的那颗种子 慢慢的在编媒的心里蔓延着 长大后的编媒也是在实现着自己的愿望 她开始选择了警校 对于编媒自己的这个决定 她的爸爸妈妈也是比较支持的 就算是大家都比较清楚 这个行业是比较危险的行业 但是自己的家人还是没有去阻止自己的选择 这个就让编媒比较欣慰的 我记得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学校对面就是一个警校 每天的早上 我们都会被警校的哨声给吵醒 在警校里面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 大家都必须穿着一样的衣服 头发更是要剪得短短的 也不会说你是女生 就对你比较仁慈 大家都是一样的训练 可能一般的孩子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编媒没有 编媒不但没有躲避这样的训练 更是把这样枯燥的训练 当成了自己的乐趣 更不会因为自己是女孩子 就对自己降低要求 即使自己生病或者受伤了 还是会坚持自己应该做的训练 所以编媒的成绩一直都是比较好的 大家都比较佩服她 都比较羡慕她 在学校里面的编媒一刻都没有停下来 自己的生活更是比较规律 所以后期在自己参加工作的时候 也是比较顺利的 刚开始自己只是一个警卫员 但是自己的责任还是比较重的 因为在这里的人都是比较重要的人物 自己想要保护这些人的安全的 因为自己是一位女保镖 未来方便起见 也会被经常安排去当一些女兵的保镖 编媒保护的人里面 不仅有国家的元首的家眷 更是有国家的公主 看到这里 我们是不是还会有人去怀疑 编媒的专业能力 其实大家刚开始 也是还比较怀疑的 我们看到的那个长得比较的漂亮 看起来比较娇小的女娃 我们会觉得她能不能保护自己 需不需要被人保护 怎么可能还能保护别人呢 你不要这样小看编媒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不是只看外表 对于一个人的能力的考察 不是只看外表 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她的实际的能力 有时候外表看起来比较弱弱的 她的能力并不会比别人差 她不但可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更是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有一次编媒被派去保护 从泰国来的公主 在这位公主在中国访问的期间 都是有编媒来负责她的安全的 有一次编媒和这位公主 一起骑着骆驼在沙漠里面走 突然间公主的骆驼开始倒地了 当时的编媒毫不犹豫地 冲到了公主的身边 第一时间去解决公主的困难 最后这位公主没有受伤 从那之后 编媒不仅仅是保镖 更是成为了公主的朋友 我们看到的是编媒的负责 看到的是编媒的悉心照顾 这样的工作态度 更是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 编媒在平时的工作中 不但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更是会比较细心地 去关注他们的生活起居 由于这样的工作态度 编媒更是前前后后 做过13位领导的保镖 大家对于这位保镖 也是赞不绝口 我们也许比较好奇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的平时生活 会是怎么样的 其实生活中的编媒 和普普通通的女孩子 都是一样的 在平时的生活中 也是会喜欢打扮自己 也是会比较喜欢 女孩子喜欢的东西 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粗壮的 也是会比较温柔可人的 可是大家心目中的保镖 都是比较血腥的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保镖 和电视上的保镖 还是有区别的 并没有那么多的打打杀杀 但是也是会出现许多情况的 编媒在平时的生活中 是比较的女性化的 自己在辞职后 还去参加过选美大赛 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 去参加选美比赛 而且编媒在选美比赛里面 还拿到了第三名的成绩 这次经历 也许在编媒的经历中 并不算什么 但是还是可以证明 编媒不但是可以去保护其他人 还可以变成被大家保护的人 从安保的工作中出来的编媒 不但没有安于现状 更是去充实自己 虽然自己的学习能力 没有以前那么好的 但是自己还是比较努力的去学习 更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自己退役之后 他把所有的经历 都放在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我们说比较厉害的人 放在哪里都是比较厉害的 这不退役后的编媒 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他掩盖了自己之前的经历 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他开始接触房地产行业 并且自己对于房地产 有着自己的见解 在自己的这次事业上 也是在不断的前进着 有着自己的看法 自己更是成为了一个 比较干练的职业人 现在53岁的编媒 更是有了自己的事业 他现在更是活成了 大家羡慕的样子 有多少人 只是在自己的幻想里面 想做过保镖 想做过总裁 但是在编媒的身上 这些都是现实发生的 编媒自己实现了不少人的梦想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还是要努力的 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大胆的尝试自己喜欢的事情 可能你觉得比较遥远的事情 在自己的不断努力下 也是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的 永远不要觉得时间比较晚了 只要你喜欢做的 就去努力去做 最坏的就是不能实现自己的想法 但是自己最起码努力过了 看到编媒的经历 我们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慨的 编媒作为一位女性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们也是可以 只要看准了自己的目标 就开始自己的计划 向着那个目标去前进 就会有收获的 东上所述 在我们的生活或者工作中 只要我们有自己的理想 并且会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 就一定会有自己的收获的 也许那样的收获 并不是你最终想要的结果 但是总是会有收获的 但是如果你不去做 就一直是梦想 不会变成现实的 现在比较发达的时代 给我们的机会是比较多的 不再是以前的情况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努力的方向 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只要自己马不停蹄的去努力的实现 总会有自己想要的结果的 未来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的 不会平白无故的掉在你面前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好了 今天的文章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继续